面对第一位打者是帕亚诺 球出现在很快的来到了两好球一坏球 帕亚诺在昨天呢 面对装滑白队的比赛有一支三连安打 只有这个球挥棒落口 是遭到了三振 都整理提供给韩国职棒做一个考虑 因为韩国职棒原本是这次也打算前来参加 这个2012亚洲冬季联盟比赛 最后是未能够成型 那如果未来是有日韩 等于说由韩国来取代东米尼加的话 应该是对整个经费来讲也会减少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这应该有利于整个冬季联盟能够持续地来办下去 那目前为止曾崇倩的一个用球数 这一球也才刚好来到第60个球 结果是这样打者呢 今天第三度地给三振 结果再来一个101公里的变化球 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 0比3 目前东米尼加是暂时的落后 我家里不介意 我也要 untuk 我们跟此看到 要不要接近 每个 zust 自己 打托